大家好,我是新思科技宋小迪 USB4是USB家族中最新一代的技术标准 自从去年推出以来,它的业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那么,这项技术有哪些特点呢? 实际上,USB4是一种完全基于Type-C接口的USB标准 它能够传输数据、音试频流,并具备更好的供电能力 但最重要的是,USB4在保存后向兼容既有USB标准的基础上 还通过Type-C电缆,以隧道化传输的方式 实现了PCI Express、Disreport以及Thunderball3协议的并发支持 这样的能力会催生出许多全新的运用场景 不久以后的计算机,只需要一根Type-C电缆 就可以通过扩展屋与各种类型的外部设备相互连接 在一种我们称之为口袋办公室的运用中 一部带有USB4接口的手机 既可以在上班路上追剧,看新闻 到了办公室以后,你也能够借助USB4扩展屋 把手机的小屏幕以桌面模式投射到大屏幕上 这样,使用键盘和鼠标 你就可以完成日常的办公处理与沟通联络 与此同时,两种新型的USB设备 也将很快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首先就是基于USB4接口的大容量存储设备 比如USB4固态硬盘 它能以4倍于传统USB3.1的速度运行 提供最大40Gbps的理论速度 另外一种就是便携式的人工智能计算设备 通过USB4的PCIE隧道法传输 边缘人工智能计算的效能会进一步提高 针对各种场景的部署,也将更加便捷 为了支持这些即将出现的应用 新思科技发布了全球首个USB4IP解决方案 这其中包括USB4控制器,USB4路由器,多协议高速Fi 以及USB4验证IP 最先登场的USB4产品将充分利用先进制造工艺 在5纳米和6纳米节点上完成设计 未来我们还会根据客户的需求 推出12纳米以及其他工艺节点的USB4IP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加丰富和成本优化的解决方案 那么,如果您对USB4技术有进一步的兴趣 欢迎访问新思科技网站 或者联络我们的销售代表 我们会为您做详细介绍 谢谢观看,再见